我愛虎人家 愛虎人家 接著下來看看我們七七老大 七七老大 他我們很熟的 所以影片先看 看完以後你就知道 人家為什麼99話 馬上要直追Counter 656 小心喔 他就是喇菜而已喔 你看 來… 他沒有喇菜 下天到了 各位是一定要還有脂肪的菜 鹹肉要剪 來 最簡單的辦法 你只要幫每天的晚餐 改喝鹹脂神湯 兩週要送三五公斤 是很簡單的事情 又大家好 我是琪琪老大 其實夏天是非常好減肥的 你本身就吃得少加上流汗多 只要你把飲食去調整一下 減脂減重的效果就會很明顯 坊間有很多減肥湯推薦 有些營養不均衡 有些還很難喝 今天琪琪老大就要來告訴你 做法超級簡單 最適合夏天 又好喝 減重效果還超好的 身輕如燕 減脂神湯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高呼口號 象徵我們的決心 兩週胖虎變閃電 穿上熱褲海邊界 俗話說得好啊 男追女是隔座山 女追男隔層沙 意思是女生追男生 只要穿一件隔層沙就可以追到 當然不是 不要亂講 意思是女生追男生 就跟吃飯一樣簡單 但是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目擊第一點 尤其是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不要就穿個玩禮服 化妝化個濃妝 跟紅紅桂一樣 這樣坐在你的對面吃飯 壓力會非常的大 雖然說胸部 當然是普遍男生很HOT的地方 但是根據老大的統計和分析 露出1.12公分的乳溝 這樣流露出來小性感 但卻又不讓人尷尬 這個是最佳的長度 但是比起這個 其實老大更建議的是 露鎖骨就好 或者是斜肩的衣服 來 還有一個動作 這個是比賽機 男生對於抓著袖口的女生 沒有任何的抵抗 但是你不要太超過 去學日本人 S 這樣拉尾音 一路給他拉到鳳山去了 這樣子就他還是 有教學啦 教學 這個就易陽頓措施很不錯 非常明確 而且速度很快耶 他一個中醫師怎麼突然間想幹 這種東西呢 沒有 本來一開始做的是想說 要找杜達的健康 還是有醫療糾紛 沒有啦… 有醫師過人 對 沒有 本來在長根 本來在長根想說要換到診所去 中間先休息兩個月來拍YouTuber 結果一排一排到現在 一排成熟庫 對 這人生在醫院裡面無聊嘛 辛苦嘛 當醫生其實你看這種帥帥的 個性又活潑了 我倒覺得齊齊老大做得很屌 你做那個減脂神湯對不對 台灣現在第一名的減重產品 就是我做的 我那個是教大家再做一碗湯 你去超市買食材做 我不是產品 超市去買 對 賺錢的是你 我是良心 什麼叫什麼東西 超市買食材來做 對… 你這樣等於 好 再見 我們相約好不好 你到底 他只是教大家煮一碗湯 對 我們來拍一段影片 好不好 然後你把減脂神湯那一段抽掉 我們拍紅利國家版 紅利國家版 OK 來…兩性交友主題 意外挫合一個姻緣 因為基本上我有一些影片裡面 我會叫大家直接留下 自己手機的墨山碼 對… 然後男生女生去玩配對遊戲 配對的自己去聯絡 結果真的有滿多變成情侶 然後明年還要結婚 要請我去證婚對不對 這也不錯啦 這個就互動 互動要多 它之前很強 它幫廠商 就是它幫那個減肥藥推銷 也不算推銷 減肥的中藥 結果中藥行所有藥材 就瞬間買不到了 那個藥材 中藥材變成三倍 漲三倍 漲價 對 然後只要你年輕人走進去 這個要抓什麼 烘台物價 對 對 只要年輕人走進去 他就會問你說 是要買七七老大的中藥茶嗎 什麼…這樣子 好 來…我們來看 小哥哥愛禮的影片好不好 小哥哥愛禮 來 請看 我現在所認識的位置 在台中逢甲夜市 今天小哥哥要探討的主題是 我想要知道 台灣的女生究竟會不會 約過最多的人數是多少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來… 那妳現在單身嗎 對 妳上一次啪啪啪是什麼時候 前天 前天… 前天 那這個對象是妳的曖昧對象嗎 這個就是我喜歡的對象 那妳們有在… 現在還沒在一起 我們可能…對 就是上處曖昧階段這樣 對… 可是有一點有為戀人未滿 那種感覺 一般妳如果自摸的情況下 妳會用… 不會 因為反正就隔外面啊 那妳有販賣原味內褲嗎 我真的有賣過 妳有賣…等一下 妳有賣過 我賣超貴的 一件內褲加一件真理褲 這樣兩件 賣多少錢 賣…台幣 太好賺了吧 過去一個晚上最多幾次 四五次也有 因為她那時候有在吃… 所以是不是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體力可能不太好 就是我的女生會分享嘛 然後分享 妳跟妳男朋友幾次 然後為什麼我的男朋友 比妳男朋友弱 我今天想要問妳的是 妳覺得自己肉欲嗎 哪一部分 肉欲有分很多地方 比如說來… 上半身還是下半身 上半身 好 妳很清楚 來…立剛兄你來分析一下 嚇壞了吧… 走得遠離54萬人 吸引力太夠了 看下去就會想看下去 但 一旦點開就找不到立剛的西裝褲 我變緊耶 憲哥你怎麼發現 我亂內八了 但叫我去 像我那樣的街坊我不敢去做 對啊 自己會害羞 銀修妳覺得那受訪的女生 在我們專業角度來看 基本上90%都是假的 我把妳的這個商業機密講出來 點破了 沒關係吧 可是其實不是耶 因為 真的假的 就是比如說可能 我的一年大概 來…娘娘有話說了 不是 你們的表情也太… 不是 因為我們真的很震撼啊 這個太震撼了啦 對啊 怎麼可能 真的 真的耶 因為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之前有遇到就是 在路上然後 好 OK 拍完了 然後結果她男朋友超級生氣 然後我們有遇過就是男生要直接 要打我了 可是被 差點被打 當然 你看得討厭啊 你沒有討論我我都好想當 不能打人 不能打人啦 就很尷尬這樣 對… 這滿恐怖的耶 所以你說真的 這樣我就能接受啦 但是以我們職場上面 有專業度而言 就是說我們會安排 今天就有這八個人 這一對路人 當你走過來你就叫路人嘛 對不對 路上的人 而且在夜市裡面穿那個戲巔 在露肩 露…事業先到那個地步 其實現在很多 現在很多啦 我相信妳 對 我相信妳 因為現代人很敢講的一堆了 對 你要慢慢去誘導她 打開她的話 憲哥 對 我跟你說 對 真的 前面聊了很久 對 只是講重點 那個剪定還 就是我們都剪可能聊半個小時 亞洲女人壓抑太大了 對啊 妳哪知道銀秀在家裡是什麼 真的 真的嗎 妳不要這樣 妳這樣子所有人 突然都有一個奇怪的畫面 難道那個門一開 就是她坐在那裡彈琵琶嗎 有可能 那這裡是哪裡啊 有可能啦 對啊 憲哥那一問 還講… 幫我們解惑了耶 因為其實我們去街訪 我們一起會被拒絕 所以但是怎麼樣成功率提高 像這種街訪成功率 對啊 真的的話要有耐心啦 對啊 而且要很漂亮的耶 很多人都會很怕 這是什麼莫名其妙的頻道 他賣相真的很好 就是女生遇到帥的男生 你多聊聊久一點 對 女生也會越聊越攝影 對 而且女生我發現 女生真的比男生敢講 只是妳有沒有開啟她的那個 開關 對 真的開關 對 啪…前天 嚇到耶 只是 只是我可以給海產 妳剛剛提問的部分是 我都會很禮貌性的跟對方說 不然呢 不然呢 對啊 一見面就請問什麼時候 妳好 對 妳講啊… 妳好 請問妳養嗎 剛才 我要揍妳 對啊 一定要自我介紹 要禮貌先問對方 妳可不可以採訪 然後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 對啦 請 謝謝 對不起 一定要講啊 對… 其實她做得很好 是她的禮貌和她 有一點靦腆那種感覺 反而會讓女生敢講 對 因為男生如果更誇張 女生就不敢講 就縮起來了 可能是因為粉紅色的西裝 太討厭啦 對 其他OK啦 其他部分都OK啦 好 再來我們來聊聊娘娘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